大家好朋友们 接着跟大家唠会儿磕啊 侃侃大山 这个朱学渊老先生 今年81了 这个江苏省干余县人士啊 台湾有一个名嘴朱学恒 跟他是书贝兄弟啊 这个朱学恒最近好像出事了 是吧 朱学恒有一女的 国民党籍的吧 一个议员 说这个朱学恒对他进行了性骚扰啊 那个咱不说了啊 这个朱学渊老先生 是我非常敬佩的 他写了好多关于这个中国北方的 少数民族的一些书啊 这个最近我跟老先生联系上啊 这个给大家读了几回了 关于这个中国北方朱族的源流啊 他说这个语言学语言学是人类学的一门当家的学问 然而中国语言学者却大多成了文字学的俘虏 本书是为涉及中国人类源头的史学 实证化 这个就是实际的实证据的证啊 实证化做的一个努力 几年前 新西兰曾经发生过一场小小的名利之争 某大学的一些分子生物学家 采用基因手段证明了某些土著部落的血缘关联 而该校的一些语言学家们则声称 他们早在许多年前就预言过这种结论 我真希望有朝一日中国的历史语言学家 也能认识到自己的伟大功能 中国北方朱族的源流 原为北京中华书局柴剑红 柴剑红啊 柴进的柴 柴成文的柴 弓剑的剑啊 这个这个宝剑的剑啊 彩虹的红柴剑红教授 积极的 极 第一个极是集中的极 第二个极是编辑的极啊 极极的世界汉学论从的一部分 我把它改写成许多篇的通俗文章 大多被历史月刊 历史月刊录用发表 历史月刊我不知道是哪的啊 可能是这个中华书局的或者哪的 原任的社长叫于 就是浙江有个字叫上于啊 于姬是吧 霸王别姬那个于姬那个于 于炳昌先生建议我将这些文章 你看姓于的同音不同字的很多呀 有干钩于 有旗于的于 是吧 有这个上于的于 有一种花叫于美人对吧 就这个 还有一个于大家知道吗 就是我们吃的那种于 吃的这种于 哎 有姓这个于的 哎 姓这个于的 有一个人叫于建秀 是我在北京市朝阳区望京的邻居 他是北京人 北京出生 北京户口 但是他老家是四川的啊 所以我对中国的姓氏啊 对这个一脉相承的来龙去脉的家族啊 这个民族啊 族群啊 我对这些东西特别感兴趣 所以我为什么喜欢朱学渊老先生呢 就在这啊 那么建议我将这些文章 节级出版啊 就 这就是新任社长 东年先生 主持的历史智库 出版的 秦始皇 秦始皇 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 哎 这本书我也有 啊 我买了好几本这个朱学渊先生的书 当我向东年先生提出再出版中国北方诸族的原流的繁体本时啊 出一个简体版又出一个繁体版 东年先生又一口答应了 五年前 于炳昌先生曾经希望我能编一部中国北方北方民族的族名大谱 族名大谱啊 就各个民族北方的啊 各个部落都叫什么名字啊 这个编一个大的像家谱啊 戏谱啊 这种东西 那么为后人研究中国北方民族提供便捷的工具 我当时是很为难的啊 就是有点感觉到困难 有点畏惧不太敢弄 但一直留心着这件事情 本书的最后一篇 就是族名人名地名的关联 拟谱 拟就是拟定的啊 比较粗啊 比较初步的这么一个谱 即是献给于炳昌先生的 他和东年先生 对我的厚爱 令我此生难忘 2008年4月17日啊 这个朱学院老先生 本来是学物理的 是吧 然后他搞了这个民族学啊 这老先生 我非常敬佩他 好 感谢观看